名稱的定義,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有哪些名稱的定義 題目在原來的檔案 另外一個檔案記得要額外開啟 我們首先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先檢查一下 在你的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裡面原來有一些,乾脆全部把它刪掉算了 我們重新再建立好了,把它全部清空 因為如果本來已經有的 你不知道說這怎麼出現的 我們還是全部清空 那我們要需要做什麼呢 它裡面公式 它這裡面有一些就是說 總共會有一建立那個範圍名稱 那有哪些範圍名稱要建立 包含就是說C1是總發行股數 G1是分配盈餘 然後呢A4到A58是股東姓名 不過後面還有很多欄位 我們乾脆一次全部建完好了 然後再來的話 配股數量表是A2到C7 就是後面的有兩個工作表 然後還有稅率表 那我們分別 第一個先把那個名稱範圍給建立起來 那建立好之後的話 後面的這些公式呢就非常簡單 為什麼?因為以後的話你就要配合什麼F3 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的公式把它做起來 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 你原來不知道這什麼 你把它加上一個F3 就可以把公式全部做出來 這等一下我做給各位看 那首先第一個 請你把總發行股數建立名稱 那怎麼建立? 第一個先確定一件事 先把這邊先清空 選舉先清空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呢 按下C1 按下定義名稱 那特別注意喔 他會自動去抓前面的這個名稱 總發行股 這不用打 按確定 分配盈餘也是一樣 定義名稱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你定義名稱完之後有沒有 在他的那個這個 左上角 他也會自動顯示出來 那以後你怎麼指向他 按F3就可以了 然後股東姓名一直到 現持有的股數排名 一直往下按SHIP的鍵 請你把這個範圍 選舉之後呢 一樣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剛剛有做過嘛 因為我要把這底下的 全部名稱在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從選舉範圍 那把頂端列打勾 最左藍不要打勾 因為我名稱在上面 所以直接選擇頂端列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 配股數量表 把這個配股數量表 選起來點兩下 我把它複製好了 然後 這個名稱 記得喔 是這個喔 不包含上面欄名稱 選起來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按一下定義名稱 貼上 或者是說從這邊 貼上 結果按一個Enter 結果都可以 也就是以後喔 這個範圍 就是配股數量表 這點兩下Ctrl C 再來也是一樣 不要選在欄位名稱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放這邊 Ctrl V貼上 Enter一下 以後呢 這個範圍呢 就叫做稅率表 那我們可以按F3 去找到我們要的範圍 OK 那你可以檢查一下 裡面的話 基本上 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我剛剛就增加了幾個名稱 包括就是說 這個是總發行股數 分配盈餘 還有這個上面的所有名稱 總共A到H欄 另外還有配股數量表 稅率表 通通都建立完畢了 那建立完畢之後喔 接下來呢 你可以怎麼做 很簡單 如果我今天要算什麼 分配股數 分配股數呢 它會有一個公式 要我們去哪邊找 你會發現這個分配股數 以業績去找什麼 配股數量表 的那個什麼 配股數喔 那它有 要我們用V盤數來做 那怎麼做 特別是第一個 你要先找到什麼 它的業績 這個業績是1450萬 那它應該分配多少股數 從這邊去查 它是1000到2000嘛 對不對 所以它分配多少 35000股 那如果以前的作業什麼 直接把35000 打過來這邊 35000股 那這個是錯誤的做法 那這個 890萬 配股數量表 應該是這個range 25000股 不過呢 當然這個是錯誤的 我們應該怎麼樣 欸 要去查 那怎麼查 很簡單嘛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用什麼 插入環數 用V的環數 去哪邊查呢 去配股數量表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這邊是以什麼 萬元為單位 可是這邊呢 是以沒有萬元為單位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要查的就是 把前面的業績 除以萬 再到後面查 那現金股利呢 跟後面的 其實在題目裡面都有啦 所以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 那實際上 這邊呢 都通通可以用F3 就可以幫我把最後的結果做出來 OK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名字 再來的話 就是要按照那個 題目要求 分別來做啦 我想後面的部分應該比較簡單 或者直接做給 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最後做完之後 當然 可以把它變VBA 直接輸出公式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題目 這個分配股數 特別注意就是 你可以利用什麼 V2函數裡面有沒有 然後去把它的業績 先除以多少 除以萬 因為以萬元為單位嘛 不然如果你沒有以 你如果沒有除以萬的話 那過去會查不到 OK 因為配股數量表 裡面的那個 對照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奇怪 老師那為什麼它這邊有個B欄 其實說真的 B欄只是裝飾用的 有沒有 主要還是查什麼 查A欄 很多人說 老師那B欄會不會有影響 沒有影響 它主要還是以什麼 以這個萬元為單位 那也就是說 它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range lookup 是1的話 它會找接近的 但不大於 也就是說它會小於那個值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查的話 它一定是要大於1000萬以上的 它才會落在這個range 如果沒有大於1000萬 它會往上 所以剛好符合我們實際上要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1的話特別重要 不大於喔 我剛剛特別強調 跟match不太一樣 match還有-1 還可以調整上下 但是v6函數 你不能用-1 它只有1 就是不大於 這個概念的話要有 不然的話 以後你要去抓到正確的資料 可能會有問題 一定是不大於 所以它如果890萬 為什麼落在這個下面 因為它沒有大於1000萬 所以它不會落在這裡 它會落在這個range 會把這個帶過去 這個1相差別在這裡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向下填滿 就完成我們要的第一個 分配股數 第二的話現金股力 現金股力的部分的話 題目裡面是 現金股力是以原有股數 所以其實我是怎麼做 就是等於什麼 然後按F3 原有股數與分配股數F3 除以總F3 然後再乘以什麼呢 分配盈餘 這邊不用 直接 中間都是利用F3的 自動幫我把那個公式給帶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就帶出來了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我都是怎樣 直接按一個F3 跳出來有沒有 原有股數 加上什麼呢 F3 分配到的股數 所以其實如果你那個公式在旁邊 你就照著看就好了 然後刮虎 有沒有 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F3 總發行股數 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什麼呢 F3 分配盈餘 打個勾 就完成了 所以為什麼用名稱 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以後呢 你只要什麼 名稱定義好 你一定會有個公式嘛 你就把那個公式拿來 照著填上去 保證不會錯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用名稱的話 你是用選一個範圍 常常選到哪裡 說真的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而且你把這個東西給別人 別人更頭痛了 像很多同學常常會有 寄那個範例給我 我一看 天啊 我還要幫你對應這個對應那個的 我投婚呢 如果你給我名稱 我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這個還是好方法 打勾 OK 向下填滿 那稅率的話呢 一樣 不過稅率特別注意 因為它的欄位名稱 在什麼呢 左邊 所以呢 要不怎麼樣 你把它翻轉 要不呢 不過題目已經規定是要HLOOKUP 所以你就是怎麼樣 只能用HLOOKUP 那HLOOKUP裡面的話呢 就必須怎麼樣 一樣 原油股數F3 加上分配股數除以1萬 因為1萬有一個單位 去查稅率表 稅率表裡面特別注意喔 它的觀念呢 跟那個VLAN很像 不過這邊是用ROW 那VLAN數是COLUM 是藍喔 可是呢 在這邊是什麼呢 是列 比如說查一定是查第一列 然後帶回去的話呢 一定是帶什麼 第三列 中間這一列是裝飾用的 沒有作用 主要是查 但是一樣是1 不大於 所以抓到之後的話 它會分別把稅率 如果0到50萬是6% 50萬到100萬是8% 一種類推啦 然後就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它的正確的那個 趴數 稅率幫我帶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這個更簡單 F3 現金鼓勵 刮弧乘上1-F3 稅率 再後刮弧 答案就出來了 然後呢 排名部分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我這邊是用什麼呢 Range EQ Range EQ 然後呢去做那個排序 排序 那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人的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在哪個範圍呢 在我們這個整個範圍裡面 就是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是一樣指的就是什麼 這一整個裡面 應該是這個裡面 就是它的這個數字 在一整個這個扣稅後的現金鼓勵裡面 它排第幾名 它會告訴你 直接Return回來 OK 然後就知道它的排名 排名完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向下填滿 那我們就知道說 誰小的稅 還有它的那個扣稅後的現金鼓勵最多 那這邊都會有個排序啦 不過當然如果你要更精緻一點的話 你可以再用什麼 之前我們大樂透吧 比如說把那個什麼 排名前七個 或者前十個怎麼樣 給它不同的顏色 標示上去 那最後呢 當然不免俗的 一樣 把它做一個VBA 兩個按鈕 這個要花很多時間嗎 其實完全不需要 清除 按下去 那裡面的程式怎麼寫的 基本上我是把這一個 這幾個公式 放到VBA裡面 所以你可以先把清除先做出來 清除裡面怎麼做的 基本上這個等於是複習一下 這個等於是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 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然後呢 把哪幾欄呢 d欄到h欄 分別把它清空 這個應該還有概念吧 跑一個回圈 全部清空了 再來的話呢 把清除有沒有 複製貼上 改成計算 那裡面做什麼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怎麼樣 放進來 因為總共會有五個公式 那這邊 的原理原則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有兩個 應該還有印象吧 如果你要把公式 放到VBA裡面 幫你執行 第一個 看到雙引號有沒有 改成兩個嘛 第二個的話呢 把列號 改成i就好了 改完之後呢 反正你只要照規則 改完之後 再增加兩個按鈕 清除 計算 就ok了 應該 我想應該很簡單的 這個其實 套用起來 不用花太多時間 很快就可以work 當然這個東西 我也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了 所以如果 你要參考的話 這些上面都有 把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ok 所以主要 這個範例呢 主要是 運用的 應該蠻極致的 運用 名稱定義 所以以後 如果你懂得 名稱定義之後 再配合F3 我覺得 真的感覺起來 還蠻 蠻清楚的 為什麼 因為名稱 按F3之後 上面叫什麼 其實 或者你們是teamwork 一個部門 一個team 其實我 甚至更 建議 一定要做這個名稱 為什麼 因為這個檔案 即便你給任何人 你們有個teamwork的一個 rule 一個規範的話 以後呢 大家都照著做 這樣子 就不需要說 你一套我一套 你一個範 我一個範 頭昏腦障的 這樣的話呢 也會 非常的清楚 那很快的話 就可以把名稱定義 名稱定義 特別注意 如果一個大範圍 記得是選取 定義名稱 如果是很多欄 有沒有 我剛剛有做 多欄選取之後 然後呢 從那個定義名稱裡面 從名稱裡面 記得是從什麼 公司裡 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 要打勾 因為你的標題名稱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 建立在名稱裡面 這個概念 如果有的話 其實我覺得做起事來 在處理資料上面 會更加的得心意所 而且你也不用去死背 不用去記得說 到底我資料放哪裡 有時候甚至有些人 自己做的資料放哪裡 最後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亂放 放一堆 所以名稱定義起來 就會清楚許多 OK 那這個概念呢 基本上 跟資料庫的概念 其實 也還蠻接近的 一般我們在處理資料庫 其實也大概都是這樣 你把資料 放在一個table裡面 要什麼東西 頂多就是 會需要學什麼 SEQL語言 不過如果說你不想要 學那麼多 不見得用得到 你可以暫時先用 SEQL這部分 來幫你處理一些資料 試試看